中共喉舌人民日报宣称60后省部级官员建成中国政坛上的一道靓丽风景 并加大吹捧60后将影响中国的未来 但民众并不买账 有网友说把国家的希望寄托在几个官员身上是一种可怕的思维 也是一种最没有希望的希望 应该用真正的民主产生的领导人 这才是中国的希望所在 9月20号人民日报海外版开文声称 现任60后省部级领导干部 年轻、高学历、有实践经验、有人文社科背景 在未来他们不仅对中国的地方治理和执政风格产生影响 而且他们将影响未来中国的走向与命运 文章统计现任60后省部级领导干部共有161位 其中省委常委118位 文章盘点了7名60后省部级正职官员的履历 外界分析 从这7名官员的履历来看 他们有个共同点 就是有共青团工作经验 分析说 胡锦涛的团派以占据绝对优势 将在18大后主导大局 文章同时还指出 社会对60后省部级高官有高度的期待 原因是 人们对于目前社会发展中出现的有些问题存有困惑 新的政治人物的出现给他们一种希望、期待 对此加拿大大温哥华地区时事评论员刘奇坤表示 把希望寄托在中共的一部分官员身上 最后结果只能使失望 中国的前途不在于党内改革派今后怎么会在体制内进行改革 没有这种希望 中国的前途不在这里 简单的讲 人民革命 中共独裁专制的体制是需要被推翻、被打倒的 而不是去进行改良 而不是去依靠党内的高层的一部分当权派去进行改良 旅据澳洲的前国策顾问邱锤亮则表示 中国目前的局面 不管是60后还是70后、80后也好 只要都在体制内存在 谁都救不了中国 我们可以举个例子就是从美国西方训练出来的这些学者 从政的包括现在外长杨洁篪这种人 看起来应该是蛮会能够带给中国新的想法、新的做法 但是杨洁篪都在一进去那个体制里面就被那体制限制了 这些人怎么样改造这个庞大的 也是蛮僵硬的 这个专制的中国我认为还是不很乐观 文章说对于官员来说 新的大挑战来自舆论环境之变 微博等新型媒体崛起 让官员无处藏身 民众互通互联瞬间完成 而新的5到10年 表哥事件会越来越多 如果再遇到PX事件、十方事件 60后省部高官或下属们 讲述和处理将是严重的考验 一年前 胡锦涛在中共建党90周年纪念志的讲话中 曾提到中共正面临四个危险 就是精神懈怠的危险 能力不足的危险 脱离群众的危险和消极不败的危险 而人民日报当时刊发胡锦涛七一建党讲话 只字未提四个危险 一年多以后 人民日报除了再次提出四个危险 同时还指出 中共面临四种考验 也就是执政考验 改革开放考验 市场经济考验 外部环境考验 文章表示 六十后省部高官无法回避这些考验 而对于人民日报盘点七名六十后省部级官员